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力给她最好的生活 莉莉有着非常独立刚毅的性格 莉莉说 爸爸妈妈把所有的爱 所有的关心 所有的财富 给予了我 我回馈他们 照顾他们 都是应该的 没有什么孤不孤独 在爱面前 我比国王都富有 莉莉的男朋友的原生家庭在农村 他们恋爱后 莉莉觉得 只要两个人相爱 没什么可以难倒他们的 可以不在乎他们家的经济条件 但是不怕穷 就怕人家穷得理直气壮 境遇不同 感受不同 也正所谓 这世界上 没有感同身受一说 愿我们 都能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中 坚强地守住 自己的责任 和小幸福就好 他们结婚后 莉莉的父母 给他们买了婚房和车子 男朋友家 掏了两万块钱的彩礼 其他的 基本都是莉莉和老公掏钱 独生女 从小有着男孩子的培养意识 他们清醒 又独立 结婚后 莉莉和老公 用自己的工资 省吃俭用 把父母给的陪嫁房 终于装修好了 婆婆得知后 说要过来照顾他们 急匆匆地 把行李搬来了 婆婆把行李 放在主卧说 这肯定是主卧 这个房间最大 我就住这个房间了 婆婆穿着鞋子 躺在床上 这让莉莉觉得 很不满意 莉莉说 妈 你脱了鞋再上床 还有啊 这间房间 是我和你儿子的房间哦 你要想来住的话 住旁边的房间 婆婆愣了一下 在婆婆的观念里 婆婆是天 婆婆是地 主卧 理所应当她来住 婆婆有点气愤地说 不行 我就住这间房间 这是我儿子的房子 这下 可把莉莉惹毛了 莉莉说 是啊 这个房子 是我爸妈全款买的 您和你儿子 可没出一毛钱啊 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莉莉的性格 十分果断刚毅 她明白 婆婆不吃软化 软化不吃就来硬的 千万不要和强势婆婆住一起 她会演戏 犯错 嫁祸于你 还会拉帮结派 对付你 还让身边人 也不要善待你 来保证她的地位 婆婆看到莉莉这么厉害 赶紧打电话 哭诉起来 告诉莉莉的老公 你老婆欺负我 她嫌我脏 她不让我住在你们的房子里 还说 房子一毛钱都没出 你没有资格说 莉莉的婆婆 哭着对老公说 老公是知道莉莉的脾气的 也清楚莉莉的为人 但是还是责怪了莉莉 她是长辈 你让着一点呗 虽然莉莉老公是轻声细语的对莉莉说 但是莉莉也觉得十分心寒 这就是道德绑架 家本来就不是说理的地方 但是有矛盾了之后 就得看清对错 国不可有婚君 家不可有婚主 做人都是相互的 我不会拍马屁 也学不来虚伪 无论你贫穷还是富贵 很简单的道理 你拿我当外人 我就把你当外人 莉莉说 男人要有担当 自力更生 不靠父母 女人在家才有地位 刚嫁进门时 婆婆说自己的婆婆对她不好 还说自己又多了个闺女 我信了 日子过着过着才发现 媳妇又不好了 刚开始妈长妈短的叫着 现在叫不出口了 她那点心眼 全都用在我这个儿媳妇的身上了 莉莉心想 婆媳没有义务 有的只是一步步换来的情分 慢慢的才开始明白 婆婆不是妈 我也不可能被当亲闺女带 本就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情 路遥知玛丽 日久良人心 长大后你就会明白 你的避风港再也不是家 再也不是父母 而是一个人 习惯了孤独 俗话说 得理不饶人 无理让三分 婆婆仗着自己 以老卖老 还没搬过来住呢 就开始拉帮结派 让自己的老公心疼她 颠倒是非黑白 老公不分青红皂白 就无条件偏袒婆婆 这还得了 然后莉莉张口说 一平米九千三 先掏钱 婆婆停下了哭泣 愣了一下 我对你这么好 我来照顾你 这才第一天 你就让我掏钱 我辛辛苦苦这一辈子 为了谁呀 都是为了你们 别说这些有的没的 你天天演戏 把自己说得多么可怜 让这一家子 都站在她那边 犯了错 从来不承认 都推给别人 自己就是对的 错了也是对的 任何人都要听她的 不听她的 她就背后使坏 心也坏着呢 我不建议 你们家条件不好 但是 你们对儿媳妇的 最基本的尊重得有 不要穷得理智气壮 慢心自问一下 这个房子 你们确实没有出过一分钱 我不是你们山沟沟里面 有些儿媳妇 让你们拿捏 这个年代 已经不是以前 裹脚的年代了 没有丈夫为天 婆婆为大了 一家人在一起 和和睦睦的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不要作 你现在在作 你以为苦的是我吗 苦的是你儿子 我和你儿子离婚了 你有什么好处 你儿子健身出户 你不要没事找事干 你有什么小心眼 我当然不会让你一下 到时候 只能你儿子受加板气 愚蠢的婆婆 才会给儿媳妇使绊子 只有聪明的婆婆 才知道对儿媳妇好 是真的 我不开心 一家鸡飞狗跳 我开心了 家庭和睦 其中的利害关系 你自己去想吧 现在有很多离婚的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婆婆 她认为她赢了 可结果 害了自己的儿子 没有什么 一个巴掌拍不响 她一个巴掌 比两个人拍 还要响 莉莉对婆婆 说了一大通的话 婆婆听得目瞪口呆 以后再也不敢作 也不敢胡作非为 乱搅舌根 世多的婆婆 一直都在研究 儿子媳妇挣的钱 怎么才能到他们手里 从来不会觉得 儿子媳妇一边带孩子 一边挣钱很辛苦 只会觉得 儿子媳妇有钱 不管买什么 都想让儿子媳妇出钱 造就了欺压儿媳妇的念头 但到最后都会人才两空 以心换心 以人待人 才能相处的长久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